歡迎大家收看《環宇首期》 我們上一集就講到聖殿武士在耶路撒冷 究竟找到什麼秘密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講這個題目呢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近期在中東爆發了非常非常嚴重的衝突 也牽起全世界去關注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猶太人或者所謂以色列 在國際上的聲譽或者形象 當然也有巴克斯坦方面 但是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講 這個猶太人對西方的宗教上 哲學上 道德上的影響都很大 主要原因是因為聖經在西方 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上的影響 當然我們是指那個 從猶太人的角度來講 是講那個舊約 這件事顯示有兩個問題 其一就是 為什麼猶太人在西方的世界裡面 他們有相當重要的科學上 文化上 藝術上的貢獻 但是也同時受到不停的一些攻擊 甚至屠殺 這個問題本身其實牽涉到西方一些國家的迷信 舉個例子 譬如說傳說之中 在猶太人在各個地方 他們有所謂的利用當地 即殺了當地的兒童 去將他的血 拿來做結束物的根基的基礎 但是我們很肯定 這個一定是一些迷信和謠言 一些誤存 但是那個猶太人的牽涉 他們所謂的離散 英文又說法就是disappora 對西方的世界有什麼文化上有什麼影響 特別在神秘學方面 它產生了一個什麼的影響 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即是說那個離散 對在神秘學方面 形成了一些什麼的巨大影響 我們上個禮拜 上次節目我們也提過 就是猶太人他們那個離散 他們在歐洲 他們將自己的宗教思想 都帶去那個地方 初期這個維持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裏面 譬如說他們有所謂卡巴拉 現在我們會詳細解釋一下 什麼是卡巴拉 但是在1492年的時候 他們在西班牙裡 他們就被驅逐 這個驅逐對於西方的文化 是產生一個非常之深遠的影響 但是在歷史上 這個是成為了一個 不是太多討論的一個題目 這個影響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我們提過了 在猶太的這個圈子裏面 他們在那個當地的地方 他們仍然保持到 相當之強的自身的文化形同 無論在衣著上 在食物方面 在宗教方面 都是保持到他們自己的傳統 儘管他們可能自己的語言 他們已經是不講的 可能去到這個 在英國他們講英文 在東歐他們講當地的語言 他們已經遺忘了 但問題就是 他們自己那套祈禱的方法 他們的生活的方式 甚至他們的衣著 他們朝拜的地方 他們都維持到 他們獨特的元素在這裏 這個是維持 他們自從在那個 被羅馬帝國 他們是趕出了 而有撒冷之後 即是趕出了 巴克斯坦這個地方之後 他們仍然維持在這裏 這個也是解釋到 為什麼有些地方 會視他們為意類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 徹底地融入當地的文化 但當然這個也都保持到 他們對當地的文化一致 有各種的貢獻 就是知道他們 猶太教裡面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涉及到神秘學方面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卡巴拉 事實上1492年 當他們被逐出西班牙之後 他們就跟著 部分下了去佛羅倫斯 而適直當時佛羅倫斯 是被一個大家族 這個相當之有錢的家族 這個叫Madezi 這個家族 是在控制著的 而當時意大利 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 是分別有很多不同的城邦 譬如威尼斯 這個曾經是一個相當之重要的 海上的皇國 甚至牽涉到絲綢之路 另外就是佛羅倫斯 大家知道當時 其實是一個文藝復興 創始 其中一個創始的地方 為何會當時在佛羅倫斯 他們創始到文藝復興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錢 就是因為當時這些 在佛羅倫斯 經營這個銀行業 所以我們今天認識 所謂這些借貸 或者說得通俗少放數的 就是他們當時經營 而由於他們很有錢 所以就可以聘請到很多藝術家 譬如當時最著名的 譚文西 或者後少少的米國安捷路 都可以當地去從事一些 非常非常之厲害的藝術的創作 剛才我們說到 就是這個猶太人 在西班牙被逐出之後 他們有一部分去了佛羅倫斯 而佛羅倫斯的時候 而適值當時這個家族 他們很有錢 他們收到封 這些猶太人帶了一些秘密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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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是卡巴拉 卡巴拉 現在有一個說法 其實它影響了文藝復興的發展 由以前對羅馬教廷是一個猛蟲 他叫他做甚麼 叫他畫甚麼他就畫甚麼 即是不可以有質疑 都有不同的一些想法 譬如說是在阿拉伯傳過來的這些古希臘 柏拉圖 阿里斯多德的著作 這個固然有一個影響 也有卡巴拉 由猶太方面 這個卡巴拉 加上古希臘的柏拉圖主義 或者後來到了文藝復興的新柏拉圖主義 在另一方面產生了對教廷的一些思想控制 一個鬆動 所以你看到當時 這個重新提出那個人民主義 或者是一些新的科學的看法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和卡巴拉 和辛柏拉圖主義傳入意大利 特別是佛羅斯那裏有一定的關係 這個就是正統的歷史的說法 但如果從神秘學的說法究竟是甚麼呢 第一件事我們當然要問 卡巴拉是甚麼呢 如果大家今天要看卡巴拉 如果看一些很複雜的書 當然可能一頭無睡 什麼生命之樹 或者是這個自保代碼這些 大家可能看到一頭無睡 但是可以從普及文化方面去理解這件事 其一大家如果喜歡看日本的漫畫 或者日本的動漫 一定知道有一個電影 就是《新世紀福音戰士》 它開頭的時候就有這個生命之樹 事實上生命之樹也是卡巴拉 一個很重要的符號來的 甚麼是生命之樹呢 大家當然記得在創世紀裡面的時候 就有這個紫色樹 當阿當和夏娃 還未被這條蛇誘惑的時候 其實是一無所知的 但是在這個伊甸裡面 神就說了這個知識樹裡面的果子 千萬不要吃 但是夏娃就不聽教 就聽這隻蛇誘惑 就吃了那個果子之後 就變了有知識了 開了眼 但是在這個創世紀裡面 其實有提到另一棵樹 就是生命樹 但是那個具體內容 其實沒甚麼怎麼說 於是卡巴拉其實補充了這個生命樹 究竟是甚麼 但是從那個圖片來講 它不是真的一棵樹 它是由十個一個球形 中間有一些通道 就連結了這個十個圖形 也有一個高低之分 其實這個代表人怎樣去 跟那個最高的神去接觸 這個當然在聖經裡面沒有這麼說法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另外一支猶太的神學 的一個講法 大家如果對這件事比較難明白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可以用其他宗教的方法去解釋 比如在佛教裡面我們有講這個顯宗和物宗 如果我們在聖經裡面看到的字面的解釋 這個就是顯宗 但是有另外一個解釋的方法 遲些我們會詳細講解釋 這個叫字母代碼 Germanentria 這個意思是甚麼呢 就是以猶太教裡面的這些猶太的字母 以前沒有標準符號 每個字一路排列上去的時候 如果我們從那個字本身 移前一格、移後一格 或者換轉方法去看的時候 是會看到不同的意思裡面的 所以用這個方法去看的時候 聖經就有另外一些意思在裡面 當然我們講這個聖經是舊藥的聖經 不是講新藥的聖經 這個大家一定要記住 所以你去看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用那個田中和物宗的角度 去看整件事就是 我們在那個經書裡面看到的 是字面的解法 但是如果我們將這些字 用一些不同的方法去詮釋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另外一些意思 於是乎大概二、三十年前 有一本很著名的書 就叫聖經文碼擺佈曲 用這個方法去看聖經裡面 原來發現了 他認為他在裡面看 原來聖經有很多預言 預言到今天發生甚麼事 當然我們今天去看這個 如果我們用方法去解釋的就是 其實如果這樣看法 任何書籍 我們都可以當作是一個預言書 隨便一本書可能都可以的 因為如果我們將這些字 調來調去的時候 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大家不要覺得這個 純粹是一個迷信 原因很簡單就是 因為即使我們今天 我們覺得這些是一些 非常之愚蠢 或者是一些不理性的方法去讀書籍 但事實上在歷史上 是曾經產生過一些很重要的影響 以中國為例 譬如我們的簽位 簽位的書 在東漢的時候 是特別是一個非常之盛行的 盛行的原因就是 因為那個皇帝 江武帝 他可以樹立一支革命的部隊 去打江山 其中一個要素就是 我們在經書裡面找到 就是我是做皇帝的了 他們有一種閱讀的方法 變成了這個簽位的一些閱讀方法 所以我們去看這件事的時候 固然迷信本身 我們最不覺得是有什麼值得研究 但迷信的歷史 我們就很有研究價值 因為這個影響了整個歷史的進程 我們說回卡巴拉 當時在佛羅倫斯那裡 他們的影響就很大 但畢竟這個是密宗 猶太的密宗 我用我的方法去講的時候 他不可以公然去講 因為主流的猶太家神學 是不用的這件事 但是在這個主流裡面 有些拉比 他們又去宣揚這種猶太的密宗 而宣揚的方法是秘傳的 所以秘傳的意思是什麼 他很多時候 他不只是寫一本書裡 只是寫一本書裡 他都不會寫得很容易很明白 即是你說的什麼 但是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去傳 就是口傳 是師徒之間 徒弟 師父傳給豪弟 是用口的方法 其實我們如果對照其他宗教 這個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他傳授的意識 那個方法可能是一對一 不能夠多人 也不是給多數的信徒 可以去接觸到這些東西 因為如果多數人知道的話 對世界產生一個非常之壞的影響 只能是少數人知道 但是究竟這些生命樹 字母的代碼 其實它後面是代表什麼呢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留下一次 下一集就和大家再去討論一下